这这这都是误会啊 误会 你在王老爷子的寿宴上 让王队长滚 还能有什么误会 你儿子的事情 已经在全界都传遍了 果然是照亮不正下凉歪 孙夫人 我错了 我们不应该在王老爷子寿宴上 胡闹 我再有趣道歉 孙夫人 你就是孙局长说的礼仪吧 孙局长 这 这位是孙局长的夫人 孙夫人 孙夫人 多谢您替我解围了 不用谢 李一同志 你之前打听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上头正准备 颁发第一个营业执照 一旦试点成功 全国都将普及 太好了 咱们饭店 很快就能办成了 来各位 里边请 老公 就这么放过那个地痞流氓吗 还有今天孙局长夫人 为什么会突然帮他说话 孙夫人是为了寿宴正常进行 所以才当众责怪咱们 我打听过了 那小子只有一个考试 总之啊 只要我们跟王老爷子搞好关系 对付他还是有办法的 王老 王老 您这是 我之前提起过 救了我命的小伙子 就是李一小伙 原来就是你啊 难怪王队长这么维护你 举手之劳吧 这不必放在心上 他还救过王老的命 看来今天解决不了他了 把我那茅台酒拿来 好嘞吧 我先过去一下 好的 那你先忙 来 坐 王队长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王老的寿宴呀 那些县里出去的大领导 大人物 都曾经是我爸的学生 所以无论身份如何 到了这儿 姿态都放得很低 原来如此 王队长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 我想 开家饭店 一个个体户 怎么开饭店 上面的政策 很快就下来了 现在 想的不是这个 而是这饭店的住址权 你放心 我回头就跟老爷子讲一声 保证帮你办得 漂漂亮 王队长 这事先谢谢你了 客气什么 小雪 等饭店办起来之后 我们就结婚吧 嗯 那到时候 可以通知叔叔 不用通知他们 结婚 怎么着 也得通知父母 你是不是怕 他们对我不认可 不是 主要我 我爸他 小雪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 得到他们的认可的 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的 李懿 前两天 我爸给我寄了封信 几位兄弟 你们有事吗 我们副厂长说了 从今天起 你不许在这摆摊 为什么啊兄弟 哎 我记得 你们不是前两天 经常来吃的吗 怎么商品不让买了 这是我们副厂长的命令 大家伙也没办法 你呀 就别为难我们了 兄弟 什么原因能告诉我们 其实吧 这是跟你相似的预言有关 预言 对 你上次预言说 我们驻厂长所有人 都要大战临头 范城长 杨城长 二位吃点什么 少跟我来这套 赶紧撤摊滚蛋 范城长 为什么 还在这给我装呢 之前搞什么装神弄鬼 说我们驻厂长工人大难临头 快到门工厂 耽误好几天时间 进行安全大排查 结果呢 屁都没检查出来 范城长 不可能 驻厂长的安全一定有问题 杨城长 你所有的地方都检查了吗 我确定 那 建筑安全 你懂什么 我们厂是前两年刚新建的 所有的承重钢梁 都是从全国有名的大企业定制的 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之前的安全排查 确实忽略了这个地方 老梁 不要被这小子蒙骗了 当初建厂的时候 是我全城监督的 如果要有什么建筑安全问题 我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安全生产 涉及到全厂几百名职工的人身安全 就是仅剩一百倍 也不为过 范城长 你这么着急阻拦 该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什么难言之隐 那我那是为我们厂的员工着想 安全大排查 太耽误时间 我们工厂总不能不开工吧 况且还有几百个兄弟 等着拿钱吃饭呢 如果这安全隐患 真有问题的话 梁厂长 各个车间的负责人一定知道 只要我们叫过来问完 问一下就知道 有道理 乔林 到 马上把各车间的负责人 都叫过来 好嘞 厂长 老梁 你别被这小子骗了 他就是个到处招摇撞骗的神棍 副厂长 既然你那么赌定没问题 不如我们来打个赌 打赌 就赌咱们场 有没有安全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好 我当着大家的面 当众向你道歉 并且承诺以后不来支摆摊 怎么样 那如果有问题呢 有问题的话也很简单 我给你批图纸 如果你能做出来的话 我就按照市场价格去收购 要我看哪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 之前说的什么风水巷树 大难临头 我看全是你编出来的什么鬼话吧 好了 你 好 赌就赌 要是没问题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倒是很好奇 你想做的是什么样的做法 你等一下 杨厂厂 你看 这是一种锅 还是一个桌 这个锅是烤涮一体桌 你看 中间这个凹凸的地方 就是放碳盆进去 不仅能做成烤下来烤肉 而且还能做成火锅 火锅可以分成鸳鸯锅 一边红油一边清糖 然后把调料和肉放在一起煮 哎呦 那个味道 真的绝了 好啊 好巧妙的设计 不知道杨厂厂 能做出来吗 这个 我还要回厂里 问一下工厂的老师傅 不过 你这个图纸 已经很详细了 我想 问题不大 那就先谢谢杨厂厂了 杨厂厂 杨厂厂 您叫我过来 是准备换干粮了吗 什么干粮 什么回事 就 咱们厂子那干粮 马上就要断裂了 你说什么 具体什么情况 我们之前发现 一号车间和那三号车间的干粮 马上就要断裂了 非常危险 江厂厂厂 这生产任务上 房顶悬挂的重物 可能高达数千上万几 一旦屋顶崩塌 想得勾人 赶紧 赶紧让工人都停止作业 马上撤离出厂房 这个 兄弟 房屋出现断裂 什么时候的事 哦 有两个多月 哦 两个多月 混蛋 两个月时间 为什么不向上汇报 厂长 您可真是冤枉我了呀 我们之前一发现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就向副厂长汇报了 而且不止一次呢 老范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不跟我讲 老梁 你别去拿胡说 这事我价格不知道啊 副厂长 你做事可不地道啊 之前发生这些事 我第一时间就向你汇报了 是不是啊 你怎么说的 你说床里头生产任务比较重 这事得割到明年 我这儿还有你的亲笔签名 要不要看看 老范啊老范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不想着解决办法 还企图隐藏 黎一同志 辛苦你泡了一趟 报警吧 没问题 老梁 不要报警 我 我那是一屎糊涂 你要是报警的话 我是会被抓进去的 给命关天的事 谁也救不了你 你 王队长 里面怎么样了 黎一兄弟 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 这一次要不是你 不然等到钢梁特地锻炼 肯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王队长 按你来说 那钢梁应该很结实啊 怎么会突然锻炼呢 副厂长饭通 以吃充好 在建厂时啊 把上好的钢梁 换成了假冒伪劣产品 上面已经决定处理它了 难怪之前一提到这事 那个副厂长就急得跳脚 他就是心虚 王队长 我上午跟那个 杨厂长商量那份订单 怎么样了 答应了 不过最近 租建厂要全厂停产 进行检修 可能要过段时间 才能做你的订单了 没事 辛苦你了 王队长 小帅 不过 上一次托老爷子 问的那个店面 倒是出了点问题 不过 到时候你跟我去看看 就知道了 好 慢走 李懿 你怎么知道 钢梁会突然锻炼呢 那个 之前摆摊的时候 跟工人聊天 推测出来的 你可真厉害 对了 你上午跟我说 你爸给你一封信 什么信 没有 小雪 我们都要结婚了 不要把这放在心里 不要被杀 反正还有我呢 对不起 我骗了你 那天晚上 不是你欺负了我 是我主动的 小雪 在乎就不漂亮了 而且 上次那事 我喝得烂醉如泥 我什么都不记得 而且我根本会怪你 不是这样的 前两天就收到家里 给我的来信 我爸给我办了回程手续 他一直催着我回去 其实我爸 其实我爸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一门骑士 什么 你 你有婚约了 不是不是 我没有答应 我爸为了自己的事业 想让我嫁个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我不愿意 所以那晚你强迫我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 对不起 你要是不愿意去我的话 是我对不起你啊 傻丫头 如果 我能早点发现的话 你就不用受那么多的罪去了 那你不怪我吗 当然不会了 那都是以前发生的事 都过去了 人呢 总得往前看 而且我现在 非常的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小易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 要不你们继续 说什么呢 梅姐 那个 我现在回知情点了 小雪 等我这两天 把饭店的事忙完了 我就回去跟你见你爸 把事说清楚 嗯 姐 你这一身 怎么弄那么多泥巴 姐 你这一身 怎么弄那么多泥巴 刚才有个老太太掉到沟里 我费了好大劲 才把她救上来 快别说了 我得洗澡换衣服 队里的生产任务 还没做完呢 行 姐 那你快去洗吧 李 王队长 你来了 之前你说店面出点问题 什么问题 老爷子给你找了一个学校门口的店面 说这样客流量大 但那家店面的主人沈老太 只同意出租一年 而且还要求住在店里 这么麻烦 对呀 住店里那不是耽误你饭店做生意吗 那 还有什么其他备行方案吗 再好的 也都被国营招待所他们占据了 就没别的了 这样吧 我亲自去 找这个沈奶奶 好好聊聊 好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走 去卫生所 去卫生所干什么 忘记跟你说了 这沈老太今天早上啊 出门溜弯 掉沟里了 被人救起来以后 直接送到卫生所了 不会这么巧吧 走吧 姐夫 你怎么在这啊 小叶 是梅子让你来的吧 你快点进去吧 那老太太正在里边闹 闹 怎么回事 这不 之前老太太掉进沟里 是梅子把她救上来的 我得到消息 刚赶过来就听到那老太太说什么 玉佩被偷了 那凶呢 居然有人敢在医院偷东西 不行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看看 那你们去 我回去找梅子啊 姐夫你快去吧 沈阿姨 您的伤得马上处理 不然该发言了 去去去 我不处理 把我的医可以找来 我不处理伤口 去去 一边去 给你处理一下 是不是听不懂话呀 我说过了 去一边去 沈奶奶 护士小姐 我来吧 嗯 沈奶奶 我是那个 救你的那个人的弟弟 你好 我叫李懿 我来帮您处理一下伤口 沈奶奶 呃 她是战略的王队长 这次过来 是专门帮您调查 您玉佩丢失的事情 你能帮我找到玉佩 沈奶奶 您今天出门的时候 玉佩有在身上吗 带了 就是摔了一跤 找不着了 沈奶奶 那个 您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哦 对了 我如果帮您找到玉佩 您能帮我个忙吗 把您的店面租给我 你就是王家锅说的 做买卖呢小子 是我 人不大 心眼都不小 是不是你偷了我到玉佩 然后再还给我 让我把店面租给你 你真是晦气啊 沈奶奶 误会了我真的没偷啊 是啊 我跟李懿兄弟一起过来的 我能给他做账 真的 当然是真的呀 我的话您不信 我家老爷子 您也不信吗 看在你们家老爷子的份上 我相信你一次 有什么本事找到玉佩啊 这样是奶奶 您先告诉我 那块玉佩的形状 月牙形状 不值什么钱 就是这有关念想 好 我现在就让乡亲们 帮忙一起找 哎呦 你这小小年纪 口气都不小呀 像你这种说大话的人 哎呀 我见得多了 你要是能帮我找到玉佩 我把店面卖给你都行 子言当真 那是自然的 王队长 沈奶奶就交给你了 我去找玉佩 说大话 沈亿啊 真的要这么客气 李佩兄弟吗 不就卖个店面而已吗 不至于吧 现在的年轻人 毛毛找到死的 我要不看看人品 我经营大半辈子的店面 放心交给他 您还是劣势余双呢 脾气这么臭 哎呦呦 你老爷子都敢这么 跟我说话 错了 你是翅膀硬了 找到了 沈奶奶 你看看 是不是这款玉佩 费了不少功夫吧 乡亲们不忙一起找 很快就找到了 就在 就在你掉下去的 那条沟里 测试通过了 我那个店铺 归你了 什么